我这个人呢 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 无论是千变万化的你 还是坚定自我的你 都是值得被自己和别人肯定和爱的你 有些事情做着做着就不觉得难了 大家好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写这样长的文字来读给你们听 莫名还感觉有点生疏 但是大家也知道写字这种事情能难道我吗 其实早就有一肚子话想给你们说了 希望你们听到这封信的时候不要觉得我啰嗦 嘿嘿 现在给你们读信的 就是又帅了的贺俊宁 其实想了很久 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开始说起 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 发现秃了一个冬天的树枝开始抽芽了 所以春天已经来了呀 原来这个世界上比我们更早感知到季节变化的是植物 我还在因为停了暖气裹着羽绒服 嘶哈嘶哈的时候 人家树都已经准备好长叶子 既然如此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变化的这个事情吧 其实经常会有人跟我说起过变化这个词 怎么说呢 关于我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 今年跟去年又有什么不一样这些事情 好像外人总要比我们自己更有发言权一些 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 就是当有人跟你说 有几年不见 你长大了好多 你可能嘴上说着哪里哪里啊 还是老样子啊 但心里面还是会有点想打破砂锅问一下 是哪里不一样的呢 是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呢 嗨 虽然我不大可能会改就是了 当然我觉得如果有人跟我说的话 可能也都是好的不一样 毕竟我也是经常被人说到 好几年不见 你怎么越长越好看了的这种人 可能这也是一种困扰吧 希望大家也一直被这种事情困扰着 不过变化我大多数时候还是非常喜欢的 我这个人呢 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 我觉得吧 我们跟自己相识一场 纠纠缠缠这么多年 互相之间总得留下点什么是吧 有的人长高了 有的人变帅了 这些人其中都包含了我自己 有的东西用着用着就该换了 有些事情做着做着就不觉得 难了 其实数学题也就是这样 做着做着 就觉得它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些变化 你怎么发现这些进步呢 当然啊 我也不是对于所有的东西都愿意积极改变的 下面这段话极其重要 就比如说是过山车 鬼屋 蹦极 密室逃脱这些 我再加一个跳伞 虽然我没有做过 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这一点 这辈子都不会变 我跟你们拉钩 我是绝对不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我能说的这么多 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对于变化的感知力 同时也不要失去对自我的欣赏力 无论是千变万化的你 还是坚定自我的你 都是值得被自己和别人肯定和爱的你 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呢 我也有一点点在夸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说完这些话之后 感觉窗户外面的树都要可爱一些了 因为我写信的时候是白天 所以说现在当然看不到窗外的树 但是确实写完了之后 觉得窗外的树真的好像更绿一些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我要去给树拍一张照片了 至于我发不发出来呢 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春天很好 祝大家春天快乐 当然四季都很好 所以祝大家四季都快乐吧 拜拜 拜拜